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里见到我 又以为今天有中医知识和大家分享呢 错了 事关我今天要买床褥 而最近我刚刚听到一张床褥 又说软眼适中 又说可以舒缓睡觉的时候 肩部臀部的压力点 好 就让我试试 是这张了 作为中医师的我 当然对健康特别关注 好 就让我用 看 文 文 切这四个方法去测试一下 是否适合我 用比利时工艺床褥免布制作 上面编织的图腾 精致二参 不错 咦 不少人说用了它 减少睡眠时 展转反质 感觉精神了 真是那么神 店员就介绍床褥 由点对点书压系统组成 分为多个不同软硬的组件 顺应人体曲线和垂肢 提供承托及书压 挺贴心 好 听了这么多 就让我自己睡上去亲身试一下 亲身试过之后 以我自己的个人感官来说 为了令订造的床褥 可以更加清新 它们以科学的方法 透过点对点感应系统 令选床褥可以有更多数据支持 分析床褥对你身体各个部位的承托 和受压的情况 这点细心是我欣赏的 所以我试过之后 最后都选了它作为战利品 现在它们还搞了个床褥擂台的挑战 只要电脑证实到 DPM点对点床褥不适合你的话 就即场送你五千元现金券 有兴趣的朋友 立刻去挑战一下 不要忘记 还可以参加床褥大抽奖 赢回点对点床褥 即日起至5月5日 Home Square中庭位 DPM点睡眠活动见